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氣候變化是罪魁禍首 報道揭發尼亞利亞軍隊有系統性的秘密墮胎計劃 目的履於終止被伊斯蘭武裝分子 綁架和強姦的婦女的懷孕 大軍方否認有關指控 一艘船在英吉利海峽傾覆四人死亡 該船被認為是一艘 英國首相新衛城證實了有關事件 但沒有提供具體細節 俄羅斯無人機襲擊惑蘭首都基庫 破壞了五座建築物但沒有人傷亡 惑蘭的防空系統挫敗了更多襲擊 俄羅斯入侵惑蘭已經接近10個月 秘魯一名法官下令繼續拘留被罷免的總統卡斯提略 拒絕他的上訴 當局對他提起叛亂的訴訟 事件早上